最新的消息 台中发生一起公安意外 这是一名工人在东区 进行公园改建工程的时候 误触高压电 当场失去意识 紧急送医抢救 目前正在插管治疗 这是目前来自于台中的最新消息 另外大家看到的是买东西 现在大家还是知道 出门戴口罩比较保护自己 同时也保护别人 那这样的例子又出现了 台北市这名领先男子 日前去逛西门町的日式卖场 那准备结账的时候 你看到态度不是很好 为什么 因为店员叫他 麻烦先生请你把口罩给戴好 好吗 就是听到这样的一句话 这名男子心情就不开心了 情绪失控 先是骂对方之外 接着手上的东西也摔出去 甚至还泼水 就打上了这名店员 这名店员不甘心 受辱决定要提告 口罩没戴好 店员好心提醒 男子却说自己很热 瞬间暴怒呛瞎 男子迁怒店员 还嫌购物贷太贵 店员无奈只能继续帮他结账 男子越骂越激动 扬言客诉 店员也火大报警 警方赶到现场 他还讲个没完 19号凌晨两点多 嫌贩到台北市旺华 西门町日市卖场购物 店员提醒他口罩没戴好 却被视为故意找麻烦 他大声标骂 摔坏手上拿的商品 离开时还泼水泄愤 店员只好报警处理 求证漫场公关解稿前没有回应 只是疫情拉警报 店员已规定处理 却碰到民众大闹 这回不忍了选择提告 希望对方能学到教训 记者杨中盛陆雨昕 采访报道 今天是第二天了 走了90多公里 乱叫也进入到了 彰化皮头超跑速度超级快 网友就笑说 妈祖在这个地方 好像正在海放他的信徒们 白色囤妈祖拎着信徒 浩浩荡荡过桥 进入彰化 从空中俯瞰绿油油的稻田 中间有密密麻麻的橘色点点 都是信徒经过的痕迹 三天就是急行军 然后回来就是正常 性的关系吧 所以说做得比较快 然后让大家比较 比较平静在一起 网友超跑速度真的非常快 鸾脚已经来到彰化皮头 两天狂飙近90公里 这种相当较体力快要透支 他过了大甲的时候 就很多人被海放都跟不上 你的袜子都破掉了 袜子都破了 大家在脸上难掩疲倦 只能抓紧空档 洗地而坐 或是干脆趴在路边的机车上 稍作休息 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继续走 蛮快的 跟着马祖跑 一直跑 同一回走的大喊吃不消 其实对资深信徒来说 体力也是一大考验 他们都有练 每小时都至少在5K左右 4K多 每小时 对他们都10K多 我们一般的都4K就很吃饱 所以一般都跟不上 大家对马祖也没有固定路线闻名 像是第一天晚上 大家都以为马祖会在福安宫过夜 没想到5分钟之后 鸾脚旋风离去 改到鹿港的海浦派出所来住驾 白沙屯马祖的鸾脚住驾派出所 远景说这是时尚第一次 鹿港小镇被信徒塞爆 周围的饭店旅宿强光光 夜者也嗨喊感恩 马祖带财 这张话综合报导 白沙屯绕境 总是会发现一些感人的故事 像我们就发现了 在这一次有个队伍当中 有一名来自于桃园中立的周小姐 她的胸前挂了一张丈夫的照片 原来丈夫生前就是白沙屯妈的信徒 本来跟太太约好了 要一块来去绕境 但是先生先走了一步 乐观的她决定带着丈夫的照片 完成这一趟的竞商之旅 你有故事我有麦克风 来来来来 就是 因为刚好去年 前年跟先生约定 原本要一起 在去年的时候一起走 那因为她先跟菩萨去修行了 所以我就是今年来走的话 带着她一起过来 可以看一下啊 可以没问题的 她会很开心 所以到时她有约好跟你 对她有走了一年 然后找我说 明年我带你一起走 我就说好 结果就今天来帮她圆梦 你很正面耶 真的啊 我以为她会痛苦 不会不会 谢谢你们 一路上就是带着你的丈夫这样子 先生对啊 哦 你在哪里了 中立 我们来自中立 这段路也是喜福低沉 然后上去 然后 非常的棒 我们的领队秀怡 对 谢谢她 她连续走了今年第三年 那你是想说带她出来散散心 没有就是缘分 真的妈祖婆牵承的 对对对 冥冥中就牵在一起了 我要圆梦 然后她带着我 刚好同事也一起 然后我们就一起了 对 团队力量大 这三个县市的朋友 特别注意了 南投还有高雄 以及屏东 由于午后的对流 非常的旺盛 所以气象局针对 刚刚这三个县市 也发布了大雨特曝 随时都会有大雨的机会发生 所以特别注意 溪水暴涨等问题 所以这地方的朋友们 记得出门一定要西带雨具 然后西边不要去 这个童心好绍文 在4月1号愚人节 向化妆师女友林宁 求婚成功 在昨天520这一天 他们去领证 总算是结婚了 原本4月1号打上去领证的 车子开到一半 接到防疫中心的电话 所以又回头了 虽然疫情的变化是莫测 不过好险他们在一起的决心 并没有改变 昨天两人就去完成了结婚手续 还开心自拍 郝绍文的老婆跟前夫 是有一个7岁的女儿 但是郝绍文不建议女方的过去 经常一直直播卖货晒恩爱 现在事业爱情两得意 同样事业爱情两得意的 还有Makio Makio最近也是完成了 结婚的登记手续 那么事后 当然很多的艺人好朋友 在他的脸书留言说赞 那其中这个他的新朋友 引起大家的注意 也就是曾经卷入过 最欧司机的湘营 他现在改名字了 叫做王曼轩 其实湘营当时 是并没有出手的 他在旁边劝阻 但是因为整起风波的关系 他也被卷进去了 也是非常有诚意的道歉 但是演艺事业 还是因此受到了影响 闪影四年之后 逐步在演艺圈 开始慢慢的活起来 昨天他也非常大方的 在Makio的脸书底下 祝福写下大大恭喜金太太 也获得了网友的大按赞 说非常的大气 这是日前有名基隆的园警 在巡迁超商时 店员就告诉园警说 有个小女孩一直在店内徘徊 感觉需要人帮助 所以园警就上前问 这个小女童到底怎么了 女童说她因为没写功课 被妈妈骂 很生气所以不想回家 最后暖男园警好说歹说 带着她回到家 母女两人破兵 咦 妹妹 怎么这么晚在外面 怎么了吗 爸爸妈妈在哪里 我帮她出门 我帮她出门 你刚刚才出门 那你找到你住哪里吗 我帮她出门 啊怎么自己跑出来啊 现在那么晚了耶 要跟家人一起啊 这是你家吗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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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是关心你啦 对 因为你功课 因为你功课的事情 妈妈会担心嘛 如果你功课有好好交听老师的话 好不好 妈妈是为了你好才一直关密 这样你知道吧 知道齁 知道就 就跟妈妈回去啦 就回去休息 不要在外面跑 好 好啦 来 好 没事 不好意思 再来要领养一个孩子 有这么容易吗 小心诈骗喔 苗栗有一名60岁的阿嬷 平常是跟5岁的孩子在家 她觉得孙子一个人好孤单 所以呢想要领养一个小朋友 给孙子做伴 刚好在华脸书的时候呢 就发现有一个叫做送养小孩的贴文 她就赶快联络对方 对方说呢小孩在美国的医院 没有父母亲照顾 同时也提供了小孩的line 给阿嬷看 阿嬷就跟这个孩子聊 聊一聊就觉得 蛮投缘的 想把这个孩子 从美国把他领回来台湾 阿嬷第一件事情 赶快跑到银行 要费10万块 还有被原警发现 这是个诈骗行为 小孩子真的 这样我 很舍不得就对了 他是要你会多少 就机票钱10万块 60岁阿嬷为了领养小孩 差点被骗会10万元 银行行员跟警方急忙劝阻 我一直问你在哪一个医院 因为是她说她老婆死 要是为了那个小孩子 我才过 阿嬷平常和5岁孙子在家 她觉得孙子孤单 想领养一个小孩给她做伴 她在脸书上看到 送养小孩的贴文 对方说孩子在美国的医院 没有父母照顾很可怜 为了取得阿嬷信任 对方还给她小孩的line 小孩说她很想来台湾 阿嬷不宜有她 赶快充银行要费10万块 没想到市场骗局 诈骗集团利用领养的手法 骗取真正想要小孩的民众 还好阿嬷汇款时 及时被发现拦下 梦醒了还好没上当 钱又保住 记者彭志敏 陈广瑞王世涵 苗栗报导 汪汪水神它是维酸性电子 次律酸水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过于紧张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适用 在这个非常慈禧 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 物化器还有生成机 都给它买起来 当然在我的部分折扣 可以享有优惠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